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吐了没关系吧 吐了就吐了呗 要不然呢 你捡回来吃了 我坐在哪里 我们要站着跳下去 站着 这个是蹦截 不是摇床 这不是秋千 秋千 对 半绳 这是蹦截 慢慢往前走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心里坚持一下 坚持一下 这不是蹦截 不是蹦截 是蹦截 腿有点暖 大哥要不你先 等一下 等一下 刚才复着 实在不跳就不跳了 要不然我再坐下 尽力心里坚持吧回来 你再坚持一下 别急 兄弟 我告诉你 造船的意义是什么 是什么 什么来的 我忘了那句话怎么说 造船的意义是 不是停在岸边 再一段一段 孙儿 诶 你不要推我 我自己跳 好嗎 绳子绑紧了吗 绑紧了吗 再确认 等一下 再确认一下你的绳 好 你不要看下面 看前面 我好紧张 我腿要软了 走了 拜拜 KK 加油 你先慢慢把脚尖站出去 好的 慢慢脚尖站出去 加油 KK 我走 加油 KK 我来啦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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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Whether 就是 做到了 傅小冬做到了 永远达 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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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为了我做的太多 不想做的事情 做到了 做到了 放手 快点放手了 快点放手了 你晚了 我教你事我就分享 特别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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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我抖不齐了 等一下 下面 下面 你这不太对 AK晃就不行 不要晃呀 哪里在晃呀 人生是没有回头路的 我现在没有恐惧 我现在只有勇气 最挑背的兄弟 我怎么回来 我不走了 我不走了 为了爱 你救命 KK 别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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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太多 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老天 是给了你一份礼物 又拿走了 立杨大师 我觉得人生就要随心所欲 就要放飞自我 想爱就爱 真的 爱的力量 薛杨加油 你是最棒的 走 立杨加油 兄弟的力量 薛杨总透透 永远的答案 做到了 做到了 人生能不能有后悔呀 我去奔赴我的爱 我记得你 我记得你 他还小 他能孕在杭州吗 我养了 你怎么孕 可以孕啊 坐车吧 你喜欢这个 空孕 空孕 你特别喜欢这个吗 他太可爱了 他挺可爱的 你可以先带到宠物店去 给他检查一下 然后把毛就先给他弄住 我觉得大狗还是在杭州养 更适合一些 对 杭州那边准营养这些大型犬吗 要 这狗拿去再好好地洗一下 然后打理一下 再打一点 给它取个美容照啥 真就好了 金毛 给他取个美容 叫啥 金毛 严用严名 金毛 现在叫KK怎么样 KK还可以吧 这样的 KK 老汤 老汤 KK 再弄到杭州去 AK照顾KK是吧 是 签个领养协议 加油老鼠 我是石林 谢谢 非常感谢 我女朋友最喜欢过这段时间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开一个流浪狗救助站 所以我也喜欢过 你知道我养S之前 我说我想养金毛 或者是拉不拉多 然后那天我去买S的时候 正好看到S 没买金毛 然后我每次看金毛 我都自己想养 你上次在腾中就说的 那条金毛是真的你走了 大金毛 让我签签呗 签子 他叫什么 麻团 麻团 你喜欢我 真可爱宝宝 我好想养金毛 我真受不了了 走吧我们 好 老罗那我们走了 不要着急 当我走的那一刻 KK就会跟着我随之而来 要不要先给老婆他们这个事 可以 可以你给 我觉得你可以给 我说 我女朋友想让你帮给他们买点狗的 好的 可以转 微信还是知道 微信吧 好 拜拜 KK Let's go 咬我的绳子 你牵着我KK走 你是不是有病 你干什么 你不舍得他走吗 你个真狗 你这个狗怎么回事 他是狗 本来就是狗 哈哈 什么叫你真狗 KK KK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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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节目二时候 会有更多顿哥的人 对对对 哎呀太感谢太感谢了 回来回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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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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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律也这条自律 我觉得他自律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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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啊 他眼泪了 是吗 嗯 你要走了吗 哎 回来 再见啊 你还疼眼泪了 嗯 嗯 嗯 真的哭了 嗯 没事 去过好日子 啊 去过好日子 辛苦你 你养他就最好了 好好 最最靠心的瞬间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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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 哦 最最靠心的瞬间 一 二 六月三十日起 周日十八点 跟我走吧 VIP正片抢先看 SVIP提前六小时 看正片 我先给那个流浪狗一帮打个电话呗 好的 昨天咱不是聊到那个就是碧婷姐特别喜欢就是动物啊什么的 然后晚上我就刷到了一个纪录片就是讲的大理这边有一个流浪狗救助站 你知道吧 嗯 有一个出租车 出租 出租车司机 叫老罗 一共救助了三千多只了 然后现在他那个救助站还有三百多只 但是呢 因为这块就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就是老罗就是反正压力也挺大的 就一直就那几百只狗 然后我就我想说问一下他们到时候能不能咱明天抽个时间去看一眼 喂 喂您好 那喂 您好 请问是那个就是大理这边那个流浪狗救助站吗 嗯 嗯 对啊 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想过去看一下狗狗 方便给我一个地址吗 7号 微信 好嘞好嘞好嘞 谢谢 嗯我们马上过来我们路上 嗯 好好 好谢谢 但现在不是那他你说咱们就比如说来这么一趟看到他们 然后只是给他们赚点钱或者是给他们买点吃的 他不是一个长久的人 对啊 所以就我昨天说那个找饭店吧 这不是被你们拒绝了吗 好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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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是老罗是吗 对对对 你好你好 这是老罗 罗老师好啊 罗老师好啊 这个是你做的地方吗 这个地方是我们租的 租的 就是专门设留这些救回来的这些地方 两个 一共就住了三千多是吧 三千多了啊 我们做了十一年了 十一年了 嗯 多少人在做道顾的 两个人 就两个人 两个人 就只有两个人 因为这个你请人的话 可能要换啊 可能要三千块钱 也不一定有人愿意来做 对 走吧 我们进去看看 谢谢大家